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也就是LNG船的新船价格增幅最大 达到了21.4% 记者了解到 中国船舶集团仅仅抓住市场需求旺盛的有利时机 先后与国内外数十加石油公司签署了建造合同 目前中国船舶集团LNG船的在手订单 位居全球各大船企之首 这里是上海造船基地 大家看到的这艘船是中国船舶 沪东中华船厂刚刚交付的一艘17.4万方的LNG船 这艘船是中原海运 中石油国事LNG运输项目六艘系列船中的首制船 这个船它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船 技术指标非常先进 它对码头的通用性也比较好 为后续整个船实现全球的运营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LNG船作为海上超级冷冻车 被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代表了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 这种船型的建造属于技术密集型 加资金密集型工程 高度考验着建造厂商的综合实力 我们于2021年推出的第五代 长横系列17.4万立方米级大型LNG船 以其卓越的综合技术性能 一经面世便得到了国际船中的热烈追捧 LNG船的平均交付期长达30个月 价格与其系统技术参数挂钩 作为国内首个掌握LNG船建造技术的船厂 互东中华在今年迎来了LNG船订单爆发式的增长 目前手持LNG船订单30多艘 交船周期已经排到了2027年 我们第五代的LNG运输船 也助理我们今年的LNG订单量 已经超过了30艘 在全球市场份额里边 我们可以赚到15%以上 据统计 到目前中国传播集团累计签署 40余艘大型LNG船合同 位居全球各大传奇之首 LNG船合同